而对这一项工程终于可以动工秀丽县长王玫瑰还有代表菜培伙及地方的民众都很感谢县政府团队全力支持 不断和族人沟通让族人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 我首先我要先感谢花林县政府以及我们公共工程委员会 能够让我们同门隧道能够如期的动工 我们这位县长其实我们全村的村厂去找他的时候 他都是直接交代他的下级他的单位建设处能够尽快规划尽快争取 所以在这里我还要谢谢我们这位县长 我特别谢谢花林县政府的建设处的团队 他们刚开始在这边转叹在这边规划的时候 现在我出了一百万把这个做先做一个规划 这是一个有点些诱饵啊 先把那个规划报告弄出来 接下来就请立委在中央争取这个更庞大的经费 所以之后呢县长也非常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在几次的村长代表的联谊会的时候 县长啊我记得今年的年初还是七年啊 在北浦的时候啊我们在北浦那边有记在一起的时候 县长还特别提出来说这个工程呢县长是非常的重视的 所以在这里啊 我要特别特别谢谢县长习政会县长啊 他一路的关心才促成了今天能够开工 那今后啊我想这个是一一八千多万的 总经货是一八千多万发报是一五千多万 今后呢我希望啊因为还有很多附属工程要做 边坡的安全啊里面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今后我还是要拜托我们花园县政府建设处的团队 以及拜托我们县长啊 我相信县长与他在文南同门的支持力支持力这么高啊 我相信他会很重视我们同门的地方建设 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县长县府团队 也再次的拜托他们继续关心我们 希望这个工程呢能够做得尽善尽美 县委县长我们也表示地方就建设 最需要县长和县政府团队的支持和努力 而这次同门部落维安全回家的路以及耐生纪的道路 终于要动工了 主要们只是相当的感谢 灾害部件工程开工起伏仪式 不 记得久不见了